- 炒鸡菜 - 炒鸡菜 - 好吧 - 我们两个饭都是四千多道菜 - 用过的锅不像剩百口 - 要让我们推荐一口锅的话 - 一定是这口不沾日式水平锅 - 一个人住的 - 这一口锅就够了 - 如果你家好几口 - 它会成为你沾 - 它就是你家除了炒菜锅 - 最常用的一口锅 - 炒菜锅真常用的一口锅 - 炒菜锅真常用的一口锅 - 分野是我们的信条 - 这锅里用的是优质不沾土壮 - 你看我煎这鸡蛋一点油都没放 - 一点都没粘 - 它真的不粘耶 - 不 - 像不切斑那种卷平锅 - 特粘锅 - 而且用一用就黑了 - 这个锅真的是煎炒烹炸药量水 - 满足你一切日常通人需求 - 别让这个锅小 - 应该在家里面炒个脚蛋 - 特别好用 - 这个锅最方便的就是煮个面煮个汤了 - 特别适合直接端上桌 - 就是这个锅直接吃了 - 整个刷碗了呀 - 这个锅炸东西特别好用 - 或小 或什么柔 而且深 - 不容易建的 - 用这个锅做个小甜点也行 - 这鸡儿叫出来一个 - 熬个果酱啊 做个雪花酥啊 - 还有这网红的奶仔 - 也能把这个小锅搞定 - 特别好血 - 它那刀子其实也挺大的 - 这锅底下是高强度复合点 - 特结实耐用 - 电子炉燃机造都能用 - 而且这个锅特别有质感 - 因为它有这种锤纹设计 - 这样煮东西的话 - 不容易一锅 - 两边都有倒流嘴 - 到汤的时候不挂汁 - 特别干净利落 - 这个手柄呢是木制的 - 隔热防烫 - 带一个这样的挂钩 - 平时用完的呢 - 把它一挂 - 特别省电 - 还想让奶爸推荐什么锅呀 - 在前面评论留言告诉我啊